日前第六届土豆映像节颁奖盛兴典 在长城脚下摊歌屋举行 范文芳 李光杰 贾张柯等众多明星嘉宾亮相 当天采访时贾张柯导演可是语出惊人 竟然要改行当歌手 很遗憾我觉得那么大个舞台 除了邀请我来颁奖 还应该邀请我唱首歌 我在台下听乐队一直在演出 很想唱 希望下次能唱 让你唱歌你想唱什么歌啊 唱啊 那我会唱很多歌 现在唱一首 现在就不用了 需要伴奏 也需要伴舞 贾张柯导演刚刚结束第六届杭纳国际电影节 电脑不停蹄地奔赴本届印象节颁奖盛兴典 他凭借着天注定获得主竞赛单元最佳编剧的殊荣 之所以能获得如此的成就 有一部分的灵感源自于网络之中 因为在这里有很多问题和事件 毫无掩饰地放入在大众面前 从而使得他畅意萌生 而去年就拍过短片的李光杰和范文芳 也以改变身份当导演了 希望越快也好吧 现在还在积极地做准备做努力 等到以后我有个特别的一段故事 想要告诉大家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会当导演了 什么题材啊 是关于情感的吧 因为我相信就是可能在情感方面就会 可能因为是演员吧 在情感处理方面会比较细腻一点点 当有人问起李光杰当导演拍电影 票房是否会赶超赵薇时 李光杰却称并不考虑票房的好坏 不知道 完全没往这想过 我觉得还是要拍一个好电影吧 好电影和高票房 其实也有必然联系 但是也没有